《茶博士刮论》第17集 才声明由于博士有远行 所以这一集我们提早一天出街 当然我们在预告中 也讲过几个世界大事 其中一件事大家香港人都留意 日日新闻也有报道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这次很厉害 去完北京广州喝茶 那又怎样呢? 中国就买了很多东西 买了很多空中巴士 你给了订了吗? 未知 你猜能否卖到尾? 我又不敢说 因为这个要看一看 法国本身它自己现在都乱大龙 巴黎那里有示威 有群众攻进Black Rock总部里面 我说一句大胆点批给你 嗯 八九成都烂了 政治、经济两个因素都会烂了 这个我很多人不敢说 我可以这么说 在烂的味道 因为他们那些是意向输的 对吧 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嗯 大家都在这里想做一场戏 因为在世界上 法国人是最麻烦的 你们坐过那些雪铁龙的法国车 没有? 坐过 这些方向都转了 是啊 是啊 他们的思维 在这个世纪 法国人是 他可以翻面又翻面的 嗯 他们的歌声 嗯 还有他们最麻烦的那样东西呢 很多人不知道 人家大事化小 他又小事化大 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这些东西这么精致 嗯 他能够将这些小事一招 你都没有的 搞得很大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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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人交手也是 嗯 他唯一最前卫的呢 就是说骯髒骯髒 不能及他 嗯 全身臭 那就要发明香水全身噴 是 完全不用说人意道德 他在那个伦理那里 嗯 那些宫廷啊 啊 知道吗 所以他的那些离婚制度很古怪的 那本离婚 结婚证书 一本护照 嗯 你一走完他就签我的名字 我说离婚了 签我的名字 等我搅拌 等我搅拌 等你再带回那本去 我和他结婚了 就等我搅拌 就在第二版上 整本的 好像Visa 像那些护照 准备你来十次八次 好多十岁 嗯 所以每个法国总统 除了带高鹿好少少 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同色新闻 那些大事 那些 记不记得 是啊 现在这个蠻龙是煮老牛的 他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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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他要学何非凡 年轻的人不知道哪个何非凡 是 年轻的人不知道哪个何非凡 就上方搜索一下 又YouTube又何非凡 听 是不是呢 飘鸿飘鸿 是啊 路海抗争 是啊 成真到这个蕭商贯 他老婆十六岁 他只有两三岁 我去结婚 打个儿子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情况之后 就是北京方面的宣传就很厉害了 说现在这个法国是欧洲一哥 那今次就是做到这个 就是可以将这个西方阵营把它分裂 那我们首先去看就是 战国时代有这个连环合中 那现在是不是这个 都是战国时代的一种连环合中 就是你搞阵营我就拆散你 他的心上是这样的 但是他没有那种谋神 嗯 现在他害人死了法国仔 嗯 做这些这样的合中联络 不可以说给人知道的 嗯 所以这些就是共产党那种 碎人失败的 因为他害人死了是万龙的 嗯 反而现在就被战就这样插 嗯 共产党害人死了他 而且你共产党很厉害 他也不知道欧盟的势力在哪里 嗯 法国佬的财政不如何 失业率有多高 是啊 德国不入头 法国仔也想做阿哥 何时就聆议到他 嗯 经济力量不及德国 浪费了 说股价力不够比利是 嗯 嗯 欧洲几次到法国仔 说是 还有美国佬害败他 他和法国佬 他和法国佬 他和法国佬看美国不起 有眼睛惨惨 美国佬害败法佬 现在这次 抑制了美国佬 嗯 有借口害败他 嗯 虽然他以前 在美国的自由神女长 是法国人送过去的 是的 现在摆扭了那自由神 不是美国的 嗯 是法国佬害败的 但是没什么意思的 嗯 因为政治是很讲现实 那些法国仔 打个招牌 说他搞那个 俄乌的和平 嗯 又等于我们 习近平大帝 下去俄罗斯 又是想说 做和平大使 是不是一样 是 但他到现在离开 俄乌的东西 你没有讲的 法国佬 全部讲自己谈生意 你怎么脱身 現在中國有動作 我希望你中國的朋友聽到 武克蘭會跟台灣見交 這個真是很大膽的預告 我收到的資訊不是嚇你 我當年和美國撤銷核彈時 你中國簽了一份Kananda給我的 保證我不會受有核武器的國家攻擊 到現在,你說做和平大使 俄羅斯都去完結 每個人都去見完結 為何你不跟見我呢 大人司機有問過 他就是把你安裝的 他這個電話就是安裝你中國共產黨 所以我經常為何吊賊王毅 這裡要補充 我記錯了王毅是金日成大學 讀書,搞錯了 張德光才是金日成 因為有個網友提醒 所以說多謝 王毅不是金日成 但差不多了 是黑龍江黨校 黑龍江那些工農兵學校 黑龍江可能比金日成更差 是黑龍江的 張德光就是金日成 但王毅後來轉去讀外交學院 是專修日文的 所以王毅去過日本駐日大使 多謝網友提醒 因為我太多人物了 因為共產黨 整堆都能記不住 現在習先生 如果他再不見屋子 隨時就可以去見交 這個見交你出不了聲 你簽了擔保保證我的 我被人打 我領土又被人分裂 又被人霸了 你自己就馬上說 台灣是你的領土 天天在吵要收回 我呢 你沒有態度 他最慘聯合國 提出一個議案 要和羅斯撤兵 你中國和印度很反對 變成那個是一個藉口 是沒有來的 所以我叫你跟他談 你不來的話 他不會再追來 一小時他又搞見交 紫黑也是 紫黑 紫黑會帶頭 我收到的資訊是歐洲 紫黑帶頭 波羅的海一個國家 陶宛 外沙尼 拉脫維亞 芬蘭波蘭已經陸續 因為他是犯眾真 這個犯眾真 你不支持烏克蘭 就是潮流 為甚麼 無論得解 潮流 潮流 現在世界的政治 是分了兩堆人 這堆是很強勢的 百多個國家 你那堆人 有一堆非洲 伊朗 北朝鮮 古巴 委內瑞拉 俄羅斯 中國 一堆人 那你就自己撿散 你中國共產黨 但我們有責任要提醒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 我們愛國愛黨愛港 三愛 但我最重要的是愛自己 不是開玩笑 那些是口口說的 實際我最愛自己 所以這麼厲害 要保健 大家看後面的照片 為甚麼我弄出來 就是因為 麥克龍很友善 但旁邊這個 歐盟其中一個 奉大姐 他走的時候沒有人送他 自己單拖 因為他講話不合聽 真是糟糕 這個是 因為大家要明白 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 和外國工作 就像我們古代 和在香港的二八站的族風 嗯 你知道甚麼叫二八站嗎 不懂 雞鬥 嗯 青樓 青樓 即是那些唐西風月 嗯 買大不買小 嗯 因為當老他 那件工具都已經負責了 嗯 他就要找大小的馬路 說你賓州這麼小 他就看不起你 嗯 所以他現在共產黨就是這些款式 嗯 我們也沒有甚麼料到的 和我支持的 讓他全部都是錯的 做外交 所以我們罵這些外交部 是沒有罵錯人的 今天繼續吊賊王毅 吊了黑龍江 吊了武龍宮學校 你真是不太責任 太責任 謝謝我的網友 應該我賣了這麼多 你看一看我 我原來在金日成大學 這個大學是很高級的 是啊 金日成大學 很開玩笑的 他的國家用了精英的東西來學的 全北韓最高學部 啊 原來蠢比金日成,我講錯了 原來黑龍江工農兵學校,你怎麼出身的 所以現在他們,習先生,我希望你聽到親信 或者下面的人聽到,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危 你一定對這個國務戰爭有個交代 沒有得避開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最厲害 就叫人表態,現在天氣回頭了 你要表態,對吧? 這些是叫報應,什麼叫報應? 網友說,這是報應,夾著你,你要表態 你站在哪邊,對吧? 有報應的,中國共產黨,你別以為當沒人到 有一件舊事,我也想問問博士 武漢那個P4實踐室,當年是法國人建的? 法國人給錢建,那裏有一個簡單的故事 就是,我們要幫中國人說話這一局 是有某國的人,想把計時炸彈放在中國 你這樣去就不行了 這樣就把計時炸彈給了法國仔 法國仔,他又不是說不知道你想放計時炸彈 他是很新的科技來的 法國仔,因為基於國家的憲法和議會過不了 因為這些涉及,一定要國會通過才可以做的 即是你對那些最毒的病毒而言 是的,影響社會的惡危 那你就不做 不做呢? 有人說,看哪個國家吵吧 周圍放聲氣 我們中國就飛身撲出 因為你拿到這些儀器 一發現到新品種,又可以宣佈 是 年輕的第一個發現,可以塗粉 你知道嗎? 有我們中國政府很威風,塗很多粉,很多泥 自己可以塗一些,強行拿別人的東西塗上去 撿到隔夜,會否開心,就被他拿了 拿了,還沒拿之前就慎窮 法國佬又得到某方面的壽意 就行了,我們叫世界機構付錢給你 總理出風頭 查站督產,就給他們錢建設實驗室 其實當時是法國剪裁的 總理去剪裁的 我們有看圖片的 好了 起床後,弄漏了焚法爐 還沒死 好了,開床一檔查站督產 隔了一年半載 在非洲某個小國發現了一條屍體 有一個不知名的病毒 要找這些儀器去刷 那個小國就是比利時的殖民地 找比利時的殖民地 當時說,法國佬有 又比利時跟法國佬很熟 就叫他們幫忙 法國佬,那套東西避下了中國 說,那套東西避下了中國 那非洲小國,全國都在國際上 中國又非常撲出 行了,行了,拿來我們那套 自己申請自殺 就搬了一條咸妖去引武漢 如果他有份法爐都不會死 就遲些死 但沒有份法爐就快些死 測試完之後,有病毒 那些蝙蝠之類的東西 就每天都放在垃圾桶裡 就有人撤走,相安無事 有些垃圾桶裡 咦,為什麼那個袋子會移動呢 原來有一兩隻 還沒有死 還沒有死,還沒有斷氣 哇,他就醒來 那些蝙蝠那個市場 收這些東西 生給的 是 那天鬼鬼祟祟祟那兩隻東西 就拿了去賣 這樣出事 這件事,知道嗎 是一個很技巧的報告 我知道的就是這麼多 但你作為一個決策者 你沒有理由這麼愚蠢 放在一個交通書裡面 難道你放在赤立的機場 旁邊放一個宅客庫嗎 我一定要明白 我們中國的決策者 就等於現在我們肉蛋單 走上去做個委員一樣 農民都會做副總理 決策者 是不是 所以你要諒解諒解 包容包容 我們國家在發展中 屌你 但是這次真是很金 你從1949年到今天 中國兩句話都說了 日日新潮獲獲金 日日金 獲獲金 不是開玩笑 這次真的很大教訓 三年是否持續 歐錦 那個是另類 三年那個人禍 人禍 人禍 還有有人要利用這個人禍 是達到自己個人目的 全部不能動 我要做大帝 多好 做完結 那就取消 你算得到數嗎 算得到 不是 有這個動機 一定有這個動機 全部不能動 有甚麼好得過 全部不能動 這叫帝王術 是 對 我們聞到一股糯米 對嗎 所以這個世界很能諷刺 但是 天有數 天有數 所以大家放長眼睛 最重要是放長眼睛 另外一個也是很大的話題 現在剛剛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就是東部戰區的演習 應該結束了 我預告已經提到有兩個版本 其一就是 以今次模擬一個 這個不是我說的 CNN有專題報導 有 貴佬連夠不說 又有 甚麼也有 貴佬連夠不說 就說 以航空母艦作為一個 去帶領攻打的一個演習 甚至形容為 精準目標的演習 何謂精準目標呢 就是 射那裡就射那裡 當年波斯灣戰爭 只會讓你看 射哪裡 不會射錯的 不會有誤相平民的情況 另一個版本就是 這個中國的導彈驅逐 解放軍的導彈驅逐艦 周三浩就說 就跟對面那些台灣的巡邏船說 麻煩你啊大哥 讓我們拍一拍台灣那邊的情況 回去交差吧 這個消息是台灣光面發的 我們信哪個好了 博士 兩邊都要信 兩邊都是事實 各取所需 我們好像跟尤文做的節目 當年 香港一個很三國型的 很多國家 是情報的收集地 是 一縮小就是 中共 國民黨 英國 這三個組織 加上美國 四個就不停在香港 鬥發的 嗯 好了 你剛才說拍張照片 當年國民黨 就聯合中共的地下特務 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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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駛進去後海灣 嗯 拍到一些東西 那美國人都不太好 以前沒有現在那麼精準 那些探測器 但它也有一個遙控探測 真的知道你的艇進了海域 嗯 你進去嘛 它打電報出來 檢查到 那個里程 嗯 這樣就可以崩水了 嗯 哎呀我現在進去了 怎麼知道 那麼中共那邊呢 就給它一個時間進去 嗯 進去一個鐘頭 哈哈 用出來 進去 進去之後呢 喂我幫你去 行了行了行了 我給你一些軍火 你 英國政治部 嗯 很久不久有人說 打扭到有槍鞋 是呀 扭到的 是呀 就是 大家串謀 嗯 那三班 現在坐在華峰大廈 打麻將的東西 下午 北國那裡 不是 香港漁畫對面 漁畫 左東道 左東道 OK 你怎麼三台 這一班就是 我們邵氏公司 SB政治部 那一堆是國民黨 那一堆是中共 今天不夠腳 你過來頂住 就先打扭到 在那裡打麻將 大哥 很英俊的 現在呢 他的傳統 到現在 他都跟國民黨說 有什麼精神給我拍照 所以他一定可以給我拍照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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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家不是很差 是呀 所以你看這些時事 你是當笑話 是呀 你是當故事聽 所以我們叫怪論 就是事實 因為我當年在場 六十年代中 我在場 三檔東西 屌你是不是 多好笑 你現在說給別人聽 都不忍信 那麼開心 大家問老闆噴賊 你怎麼不開心 那你那些人 作為普通人 你相信那些國共內戰 打到 落花流水 諭家書難 是否黃居 正是你相信他們是黃居的 你那班有四十七子 你那班有現在被人打背 在法庭爆 是不是黃居 是呀 你和你講大件事一點 你讀過書 盧山湖議談甚麼 毛澤東和蔣佳社 大家都未知 對不對 即是那時重慶那時 去到大家 出來拍照 還要拍照 是嗎 到現在都是謎 即是 你那人碰數 就去台灣 是嗎 所以大家都是一個謎 所以在政治 千萬不要鬥 普通人不要鬥 真的不要鬥 除非你的命運 是做工作做到那裏 你就可以沒有辦法了 沒有犯法 這些都是宿命 但是如果你作為普通人 對於意識形態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懷疑態 你做生意做普通人 不能鬥 你都不是玩那個貨遊戲 所以上次台長說 扶刑那些 為甚麼我這麼強調呢 一你是幫會中人 你有幫規 你是黨的人 你是黨規 無論西方也好 中國也好 在外國已經滅口 你是半黨 半黨比半國更厲害 對嗎 因為黨是等於黑社會 是的 有家法 因為半國還可以慢慢起訴你 他還要根據法律制度 現在你不用 所以我扶刑不能說 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員 以對錯 你都是執行命令 你可以不玩 但是你閉嘴 等於現在大家 英國回歸了香港給中國 以前做公務員 退休了 你沒有看到他們說過政府內部的事情 家人都不說 對嗎 對 哪一個部門都是 這是一個前規則 所以為甚麼 上次我說 如果法國扶刑不對 就是基於這個理由 這是一個倫理 例如說 我可以不搜 你會有代價 你不搜那個倫理 便會有代價 知道嗎 隨時做菜天鋒 是吧 是吧 說笑 你們弄錯 在某個時空 法律是完全失效的 所以做人最重要要知道 如果遊戲規則是改了 你不要做惡居 他就是以前的徒友的骨質 這樣玩 不行 那個是沒有任何理由 我支持他都要做的 因為那個是倫理的守則 但是大家都會一個疑問 雖然這個軍演維持很短 但是接下來有菲律賓和美國 那個大型的軍演 那個是預早公佈了 但是美國那一檔 就是共產黨 就是撿製藥出去做長戲 跟國民交代 因為你現在蔡英文出去 見了美國議長 這個國會議長 這個麥卡錫 我是不是都要做一件事出來 當然 通常說我鼓掌 你見多一點 這樣一屌你就可以了 大家要諒解我們中國的劇情 諒解我們習先生的難做 要向很多人交代 但是美國和菲律賓不同了 是另一個故事 他是很實正 有那個戰略計劃去做的 所以他這次都是最多人 他最快的作用 他做完之後 就跟著 不會指望你那些五眼聯盟 又不指望你其他英國幫手 他就是美非日台夠用了 不需要理澳洲 美國、菲律賓、台灣、日本 已經夠用了 全部夠力了 因為最近那些戰士 和你中共幫的力度 中共幫的力度 以及最近這幾次 你中共國派戰機 派艦隊出來 數了你、派實力 為甚麼他美非日台 聯防夠用了 你轉歐洲更加不用說了 有甚麼法國、德國這些全部 無關重要、無關王子 現在他夠實力開了兩個戰場 還有有人這個戰場 會主動打散你 如果你再談不行 再古靈精怪的 日本人會帶頭 因為韓國已經搞定了 我不用你韓國幫助 不然有時候你難做 引起南北朝鮮再打一場 你明白嗎 是這麼簡單 整盤棋算數算到 這些棋很容易計算 等於我們有時候下棋 以前我說的盤棋 給別人聽 沒有人上去都輸了 視障傳 甚麼都沒有 殺你、鞠馬炮、雙事、雙卓 你認識市會下棋 知道 你有鞠馬炮、雙事、雙卓 雙卓未過河 我又視障傳 甚麼都沒有 和棋當你贏 是的 你說出來 沒有人相信 你嗎 你沒有棋過河 怎樣殺和棋 是嗎 是 等於現在的時局 就要小心 你的人看不清 為甚麼菲律賓和歐盟 都沒有關係 在世界上 有兩個國家很難搞 一個人都一個賓仔 在外交上 印度佬一左右逢原 以前是北結盟的 不 你和收水 收錢收得到手櫃 印度佬 賓仔更厲害 收到歐盟錢 他最厲害 為甚麼他收到歐盟錢 他在西班牙同志 是 曾經齊 他在西班牙的族 名字也是 是 吃幾家茶禮 菲律賓 又信天主教 教廠 又被收拾水 找這麼多東西玩 這個要講小歷史 最早是河安時 麥志倫去了菲律賓 好久 然後十九世紀末 美國和菲律賓打鋪 很厲害的 美國曾經統治菲律賓一段時間 是啊 他在美西戰爭之後 拿了他 拿了夏威夷 馬上塞在那裏做總部 是啊 最後美國不要殖民地 他不要 所以這是一個戰略 不過大家對於菲律賓打不打 這個始終是一個疑問 全世界最好的外交手法就是菲律賓 如果你想讀國際法 要去菲律賓讀 所以他一交九段線開仲裁 你怎麼共產黨都不敢去出國 只要輸 國際法庭判了那個就 菲律賓仔最厲害的 是他們搞的那些事情 全世界你一打國際官司 你就是菲律賓找人 很古怪的 另類的 很多人很冷門的 那些人不知道 即是大家見到阿菲蓉 那些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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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美國的機密文件 在這個社交門內洩露 那這一節呢 就留下一次 因為這個是博士的 就是 我們吹吹吹吹 是 段古武痛苦 是啊 但也值得聽 我們下節再回來 是論一無所謂的論文啥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